胜负的 应该说呢 今天课节已经进了 下得非常好 可能那是用 中国为期规则里面是最微小的一个胜负 来决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从画面上看呢 基本上是单关好像都收完了 那么就是要最后是赎子 还判来赎子了 我们就静静地等待这个赎子的时刻 看看确认一下 是不是184个子黑棋 如果组白棋的话就应该是178 你可能一直还是以前中国为期规则的概念 因为中国为期规则呢 在2001年之后呢 它等于改变了这个黑棋贴子的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数子了 先要把十字拿走 对 这个也是中国为期的 对 十字拿走以后 如法 对 现在应该是裁判在帮着熟子 对 我们现在来见证一下这最后的时刻 不管怎么说 今天这盘棋财第一盘嘛 后面我们还有两盘 我觉得从今天这样的一个棋局 我是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常好你觉得呢 对 今天其实印象给我比较深的就是可能一开始的这个棋啊 这个棋条这个断等等的下法 就这里啊 对 它下的挺有意思 还有就是后手断一个 对 后手断一个 当然黑棋的一开始点33呢 柯杰可能也是运用着这个 我觉得是不是柯杰想 在学习的二法围棋的一些下法 或者说以笔之道 还笔 还笔笔 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第一盘棋 我觉得柯杰肯定也是在做一些尝试 现在应该数的是白棋吧 对 它数的是白棋 现在呢 因为空呢 其实已经数完了是白棋 对 我觉得应该是柯杰肯定是知道现在的棋 知道了 对 我觉得阿尔法围棋 应该自己也是知道的 自己也是知道的 因为它都是朝着胜率这个方向 去落紫的 就是从后半盘来看呢 可能阿尔法围棋呢 它稍稍可能有一点点 亏损了一点点的地方 或者说它下得比较放松 对 但是它永远不会放松到 它认为要输了 对 因为是它每一首棋 都是根据它觉得胜率最高的那一首 那个悬点下的 非常安全的 这个可能跟我们人类的这个想法呢 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性 马上就出来了 这三个子了 这边是几个子 五个子 六个子 这里果然是一百 一百七十七 看得很清楚 一百七十七 黑棋贴三又四分之三子 那就是白棋 那就是 一百八十又四分之三子 对 就是白胜四分之一子 对 用日韩的说法就是赢半母 一目半 一目半 我们的说法是白方胜四分之一子 三番棋第一盘棋结束 阿大购以四分之一子获胜 刚才就是裁判已经宣布了今天的结果 就是阿大购是赢四分之一子 是白方胜四分之一子